唐炒,短发变长发更加女人,唐炎自公布疫情以来人气一路飙升,而罗继和唐炎,也是经常成双成对的,出入各种工作场合,唐炎和罗继也是一路造口,两人的打扮这分明是情侣招吗? 唐炎扶他配夹蛇帽下面,都搭在黑色修身裤,唐炎的大长腿展示导感十足,唐炎一直以来都是以长发的形象是人的,但是前不久唐炎出席了自己的纤细,时间都入变连了唐炎,竟然是一头清爽的网友表示,唐炎也是够拼的,为了角色需要自然头发都紧了,但是小兵觉得还是不错的, 不过看长发的还有点不太适应,唐炎当天穿了一件粉色的大衣,与他俐落的短发还是在,和一生肖默子的时候,那长发真的是快要宠妇了,还因此被制作冤枉的,现在终于停板了,人家短发还是很美的,不过昨天有人在酒店门口拍到唐炎,头发已经变成了长发了,小兵觉得应该是结发长发更好看啊, 虽然女神短发也能驾驭,但是却缺少长发的女人味,就是前几日唐炎品是不是长发更加的女神了,自然唐炎的衣品也是很好的,这身呆腿十分大气上档次,尤其是唐炎的身高也是优势,这样的扩腿裤呆也就不在话下了,一身蓝色的呆腿十分的小清新,唐炎要是能再胖一点点, 就更美了,红色的裙子很有风情,性感妩媚,长腿真是很有个性的感觉,唐炎的小细腿更是太细精,尤其是穿上雪地靴,更加素领的打扮很有气质,优雅高贵,很有名愿泛唐炎性感,校客上衣搭配白色裙子很美,小短靴是亮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